这种能够配合队伍去给团队增益的西威尔 包括说能进场收割的卡莎 是 搬卡莎是为了拆你的冲阵 搬西威尔就像呆呆刚才所说 这种团队型增益的技能狩猎 效果太好了 而威尔是搬掉了曙光以及大树 微博这里感觉辅助不是很好 好像又只剩加里奥了 卡尔玛那直接打强对线 这把就是硬打对线了 打强对线 然后小规模团是蛮考验安倍萨加利桑卓的 飞机 感觉这把的打野选择空间很多 我觉得这把来个赵姓这种都很好使 赵姓真蛮好用的 而且赵姓也是Cherry的个人招牌 就是Cherry在节奏型的英雄里面 赵姓应该是玩的最好的 像赵姓卫与他的左右手吧 最后补一手狗熊 这个狗熊也是 捡来点肉 捡来点肉了 一整个阵容没前排了 这要不是个狗熊 就真的谁跑得慢这前排呗 对手我觉得这手赵姓选的有点让微博绝望啊 因为微博这个正常打起团来 所有的输出都是来自于后排 然后你倒进一个大招 EZ卡尔玛冰宇没输出了 一个星月护卫挡完了 挡完了 然后剩下的就只要配合队友去处理微博的这个上野前排就OK了 这把我觉得对RV来说 只要选择主动换线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没错 因为毕竟这把他们要对到的下路组合也是卡尔玛加EZ 这个是属于我觉得现在可能算是天花板级别的下路对线 差不多 而换线其他的本质就是避开抢势对线吧 嗯 同时也要看一下WPG怎么去应对 他们的分线情况究竟能去分配的 对吧 两队的中野之配合度都还不错 嗯 但利桑卓加安倍刹肯定会更好一些 控制链更稳定 控制能也更多 只要是利桑卓搭配一个前期的战士有爆发的作战力强的 对 击杀效率都蛮高的 对 但近期利桑卓太龙 利桑卓赵姓利桑卓胃效果都很好 但我觉得特别是在手游里面就是利桑卓这个英雄来到中后期的短板太明显了 就是只要靠一个水银世代就完完全全能够化解 嗯 所以这也是恰恰的强调了他前中期需要带起节奏 需要作为团队的一个发动机 RV选择让双人组直接来中路 BOO3的第二把蓝色方RV红色方WBG 究竟是RV2比0拿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大场首胜 还是WBG把悬念留到第三把 然后我们拭目以待 这把微博是选择了上下换啊 中路话还是让I冰自己来 这样上下换我觉得是对于你对线强势一方来说最好的结局或者是最好的思路吧 就是我一定能抓到你的单线 RV则是今天两场BOO3看的比较多的以不变应万变 先让双人组站中然后吃完第一波线之后辅助去保抗压的那一条路 是的 RV3是踩着视野来了 也留下视野 要看一下安倍萨刷6组的时间 但是 其实RV3这个动向对面是尽收眼底的 因为他那个三小草刚好走了一个来回 刚刚在这里一直看啊 看了半天看对面的这个走位也大概知道了 感觉不对劲 被发现了绕了一拳再上来 征落 目前是库奇对线到利桑佐 前期库奇凭借着手长的优势啊 还是能掌握一定线权的 但利桑佐也不会太难受 利桑佐这个英雄就是等自己到5级 然后摇打野 啊 稳定的控制 Try过来把视野一排 中路帮忙推一波线 那这样的话兵女也可以接回家了 但野区的资源上安倍萨是控到了窗河界啊 哎 这个也是凭借着两条线的现优 所导致的结果 上路第三段砸下来 想抢一下沙蝎 但是不敢抢到底了 双链链到后 这套消耗有点痛 但是SMY还是选择回去踩出这个沙蝎 然后Terry这把是选择一个从上到下刷六组的玩法 没有把过多注意力放到河道 确实现在也有那种选择手就是感觉河蟹其实并不重要 这上路的眼位不共是真的吓人 这是密密麻麻的 刚刚为了这个沙蝎而付出的几个眼 几个转角 然后我们插满了 灯火通明 这把其实赵敬的任务也就是前期刷一刷 然后等到这么打团的时候 他大招开出来 就像我们刚讲的对WBG的后排输出压力还是很大的 对 这把的小规模团同样也要围绕着小张的剑魔跟叶子的阿卡丽去进行的 这两个英雄打中小规模团效果太好了 尤其是阿卡丽 他在拿到人头的领先经济的优势之后 滚雪球的能力也相当恐怖 主要左边这个阵容好拉扯 这阵容太好拉扯了 灵活 这阵容其实没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吧 右边的话就是要打得很紧凑了 对有进攻压力的 因为其实理论上来说你可以算五个英雄都是前期 对 这把是没有任何后期可言的 对于微博来说 但是你结合他们的数据 他们的一血率又偏低 也反映了他们的进攻性在前期是偏弱的 其实是有点不太好 要来动叉张 叉张身上是有大有双招的 但是所有的技能全部灌上来 四个人这确实没办法 没办法 这操作不了 这波就是如果有队友在旁边能救 队友不在旁边 技能也一个都不用交了 那这样的话 微博能够先把这个上路的一塔去拔掉 第一轮资源刷新前 在上路找到了突破口 哎 这什么情况 好像是刚刚这波狗虫也直接去拔了 先看这个遭遇战吧 泰坦大街沟空链跟得很满 交闪现 但是好像对于竞技来说是一个死局 巴瑞以及瓦尔基里俯冲上前 完成了收割 那这样的话打野在一岛 第一波资源团 我觉得对微博来说有点难受啊 好消息这个时间卡的没那么死 对 他服务出来之后来到正面 如果队友能拖住是时间够的 而且确实上一波的月塔没有交太多的技能 交完之后主要那个CD也够 能刚好站好 飞机捡起了自己的特别快递 要看一下两队对于第一轮资源的设计了 惊喜这里是直接翻下来想要先去 动上面的资源 现在目前的远线端 阿卡利处理好 现在是先推先动的 阿卡利之地会比利桑卓来得快很多啊 RV把资源拉出来之后 精准弹幕刮的效果一般 打掉了Cherry一个皮毛的血量吧 利桑卓做飞门过来了 这里微博可能要准备动手 但是卡尔玛拉了一下 就把前面两个人给拉过来了 后台已经被造星给拿到 而且YES一个人钻到了后排 这波阿卡利的输出位置是无敌的 配合上小张的一闪 那997也走不掉 RV这一波团大获全胜啊 在这个残局里面 剑博跟阿卡利 两位英雄的效果太好了 他们掌控了这个残局 而Cherry也完成了对于资源的掌控 我是觉得微博是不是开的 还是有点太着急了点 因为刚刚那个飞门 好像利桑卓刚到的一瞬间 就一把门 也没到都开了 对就是利桑卓可能在语音里面再说 我来了我来了 然后队友OK开了 OK开了 也没有看利桑卓的位置 而且低伦资源打完之后 其实RV这一把是有机会双资源全控的 背机目前3-0-1的一个KDA Barry这把他的装备成型也会非常早 对 而且这种对于对位的EZ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先掩护一下997 但有视野啊 蓝色方的视野布控也比较深入 RV选择直接放了很稳 他没有想着更去去奢求更多 对吧 因为毕竟这波拿自己的炮台去换一下肚神就好了 想留泰坦虽然勾强 但是997的E技能依旧将其留在了原地 最后的人头是给到了997 但这段时间RV做到的交换是两条 编线的推进 对 是给小张给YES创造了更多的发育时间和空间 WBG的三人 然后对中路的二塔稍微摸摸血量吧 但是Barry这样的装备 库奇倾线目前是没什么压力的 但是刚刚这个拿了炮台之后 中塔自己还被反推掉了 实际上是有点难受的 YES这个位置回程 要被逮到了 大招一锁 配合上IB 那张华YES用一段大线往后撤 但是 交闪现也没有办法 逃脱最后被击杀的命运 是的 这个就是 来自于利桑卓家安倍萨 这样中野的击杀效率 嗯 哎呦 想猜你位置了 但是IB 不会给他珍藏住了吧 没人管走了 没人管走了 兄弟 先插个眼 他这波还不想走 猫了很久 有没有兄弟来 再下一波大拳 他在等 在等双人组到 嗯 但那个位置点差 这就算了 不过这波 能没被搜到也很厉害了 这个是挺戏剧化的 嗯 我感觉这波回放 S1回去自己看完之后 自己都笑了 绝对生气 但是这把惊奇的节奏 还是很不错的 3-1 嗯 这把的安倍萨领先了 Cherry非常多的经济 最主要是 这把造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的声音 丁爪探探探到Cherry的位置 而后续安倍萨也在旁边了 Cherry开启个星月护卫 交产要走 但是卡尔玛给链子 将Cherry留在了原地 不过 后续的超凡之中上过一班 997大招扑下来 千平比防御塔 但伤害会差了一点点 RV要出去反攻的号角了 叶子有狭震的 但队友也不太好 跟主要野辅的战斗力 有点差了 而且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这波微波打得有点散 又没有发现 他们结果的目标好像出现了问题 呃 997是想把目光聚焦 给那个残血的Cherry的 对 但其他几名队友好像在处理其他人 结果就变成了一波打下来 一个没杀掉 就成了竹篮打水那个一场空 没问题 那这样的月塔无果 其实对于微波的节奏来说是很伤的 就虽然他们也没有亏什么 但是他们这个节奏不允许他们 就是前面 就是这样有进攻压力的 目前的经济领先是不够的 来了 来了 但冰卡 还是卡在那个最后的时间 回到了 停留的位置 对 不过这把比起上一把来说 我们有一说一Cherry的节奏 会差很多 毕竟没有做到太多的事情 但还是那个问题就是 赵新这把的大招 在团战里面作用是很大的 对 这几波团 你看到他的大招手都还不错 挡了不少伤害 左边现在仅仅是下路双刃组做了准硬试带 我觉得剩下几个兄弟 可能也要准备提速了 大招直接灌到叶子身上 这波想拿利桑卓大去应换这座防御塔 而结果也成功了 对 黄语塔现在的交互上 WB就是有小领先的 中下两路外塔还在 并且马上 本场的第二条小龙即将刷新 对 而飞机也要回家 去捡起自己的特别快递 来 去为小龙团做准备做打算了 我挨冰这个伤害实际上挺高的 他这个第二件直接做了帽子 他就是要补这段的伤害 而且只要做检员的话 其实右边这个他靠利桑卓的被动去烫的伤害也很高 但是希望在这段时间把口子撕得更大一些 对 但是你看一下左边这几个人的作战力上面来说 感觉小张的装备也很厉害 他这个时间的作战力肯定是要比狗熊强很多的 剑魔阿卡利都来到一个两件套 飞机的装备又比较好 这里面是没视野的 还三歪 高空空了 反手的话 赵新被锁了一下交闪先往后 但是特别坏地的效果还可以 秀琪想去单防一下败尔玥 但正面的话卡尔玛已经被秒了 金奇有一个精神 但起来之后阿卡利被换掉拉扯团里面 好像RV要输 小张在不断地做拉扯 我数恋没盾回来 开启单位之后还想追 但是距离较得会比较远 金奇这个位置 神仙狗漂亮 太难立功了 但小张都还能收割 差一刀 有点可惜 一丝鞋给他回上来了 而且蓝霸子挡了火树链 这个龙好像对于RV来说不是很好打呀 因为主要有两个残血的兄弟 只靠差张一个人 得拼场 得拼场 但是可能会被开 第三段艾迪战斗的997 997跟上回是板甲 就找Cherry 先杜绝你拼场的空间 再去打龙 这波利桑竹的进场太完美了 完美的限制到后面两个残血的人 很长时间的拉续战过后 我们看到红色放到WBG 是直接对于纳斯男爵发起了进攻 而且这一波是有上野两个关键的人物来不了的 那叶子想进来尝试一下吗 想要继续尝试 但是好像没什么办法 自己还得听到了 两个这样的人数差得撤 肯定要卖队友了 SFY是走不了了 叶子也同样被WBG的众人激活秒掉 短短的几分钟内 小龙大龙加团战的势力 WBG也成功的把经济 由1000左右的经济差 拉到了现在近5000 再来回开这波replay 这波团就是没拉锁过对面 你看第一波其实开的也都还行 Cherry也吸收了第一波伤害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闪现其实没必要交那么早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冰雨的进场作用太大了 还用闪现拉开了位置 直接把RB后排几个给拉麻了 所有的这种拉手团里面全靠着插张一步一步的帮队友掩护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时间就应该 这个闪现勾是很漂亮 但那三个滚就刚好给金奇续上了 对 最后恶火苏联还被蓝buff挡了 在随后小龙的争夺上 WBG的思路也很清晰啊 在打龙前先杜绝你拼成的可能性 把目光就聚焦给Cherry 找机会将其击杀 这个冰爪过来一个二技能定两个 而997也是闪现去留住了Cherry 镜头一转已经开始来推高地了 兵临城下 一路高地已经被破 而水晶的灰盾机制也已经触发 这波WBG是带有海克斯霸龙的推进 是的 但是飞机也是有一个炸药包的 还没有去捡 这段时间安倍萨的战斗力会非常强 他其实大招抽人的成本是蛮低的 他抽到时候黎桑卓可以直接跟控 或者反过来也OK 我只是觉得下一波线 可能飞机可以去捡这个特别快递 然后找机会开一波了 这RV这个阵容的主动性还是很强的 他们如果成为主动的那一方的话 其实兵女会很难受 如果说你要每一次微薄 他们主动开 让兵女进场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弹空间 那样的话 接上安倍萨 接上这个狗熊的大招 其实这个团就很难打 男爵之力的收益也来到了4549 最主要是这一整把看起来的话 左边唯一有优势的 只有Barry 对 像小张和叶子 到目前来说都是没有人头进杖的 而Barry这三个头的进杖 其实也保持了比较久了 对 第一波还是第二波团打完的时候 已经是三个头了 对 打完三零一 然后这会儿 过了可能八九分钟吧 一看三零二 近距落后了八千 SMY有错过的角度哦 但这会儿其实人数差 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这把九五七的狗熊还出唇肉的 等一下伤害好像够了 能机会先秒一个吗 狗熊 开始开始盘起来 大招后撤 比女进场进得不错 大招给到了自己 Yes 赶到这边战场 损五挂 挂的效果一番 赵琴比激光秒掉 阿卡丽先进去中有狭阵的 但没到这个虚弱 虚弱结束 大招得往回走 好 EC刮了一个大招 刮得很好 刮残 那RV是一点反打的攻击都没有了 而且下一条大龙又要刷新了 这个时间Cherry倒地之后 我觉得是对于RV来说 非常警惕的一段时间啊 主要打野不在的时间很敏感啊 关键的中立思维又要刷新了 他们少个惩戒 但好消息是对面中单也不在 但是怕对面硬来说实话 要打视野亏了 要找SY 卡尔玛的链子留在原地 奶酪自己得小心一点啊 有点走不回去了 还好是没有敢身追 主要这个损五没中 损五中了可能要出事 Cherry复活 要往正面靠 卡了一个视野 小张利用这段时间 先把下路的线跟全场解除掉 别锁 锁到SY身上SY交闪 但是旁边的EZ已经补上了伤害 而且特别快地已经交过了 那这样的话远古龙也刷新 少了一个辅助的情况下 4打5 RV得去尝试一下 这个龙魂的节奏 其实最好是断掉 嗯 但是好像看 阿卡丽的位置 是不打算来了 打龙的速度也比较快 龙魂直接给 嗯 那就是压宝最后的远古龙呗 从第二条大龙到龙魂期间 RV做的应对是 1 让小张在下路拿到了悬赏的外塔 嗯 其次让叶子再上线补点经济吧 但是现在 比较苦衷作乐的止渴了 对我是觉得 他们怎么样处理到9有7是个问题 这个狗熊有点太硬了 想找卡尔玛的麻烦 可是后续安倍赛在旁边的 特别可能要被秒 但是第一波小张的进场还行 后续哇 这EC挂了一个完美的9有7 来了一波机甲绕后 现在这样Berry 把战场分割的会比较开 Berry要直接被吐死了 Berry 那 WB的追击之势 伴随着霸龙的一顶 以及一击白尾 是把泰坦摆了回来 到后续 泰坦的位置很尴尬 而WBG也不准备去深追这个泰坦 双C倒地之后 微波可能要直接一波了 他们要凭借着三路兵线 想要一波结束掉比赛 交闪线 那这样的话 随着Cherry最后的首加也无果 守不住守不住 这个防守端的压力太大了 对 要恭喜微博 把比赛拖入到了最后一局 那也是把今天 谁能获得首胜 再次画上的悬念 再次恭喜WBG BO3的比赛 目前战至1比1平 WBG他们的中叶 无疑是符合了我们赛前 想要看到的画面符合了